所以我们再次的呼吁国民党停止抹黑城区 有证据就拿出来 没有证据就请闭嘴 花妈也好 菊姐也好 他不只是高雄市民当中非常温暖的一位长者 他也是伴随着台湾所有民主先进 留下血汗 一路走过台湾民主奋斗时的民主斗士 更是长期的关怀弱势 各项的弱势议题上的人权斗士 陈菊不曾被弹劾 光陈菊不曾被弹劾 被抹黑城 陈菊被弹劾不能当监察院院长 再一个 陈菊留了三千万的债务给高雄 事实是什么 事实是 菊姐在高雄市长的任内 还债比菊债还要多 这是一个铁的事实 可是抹黑的结果形成的印象 也是铁的印象 就是他让高雄负债三千一 我们怎么办 国民党现在是内部的面对自己权力上面的一个分歧 甚至于他的政党路线的分歧 那应该国民党要去正视自己的政党的问题 而不应该以攻击城局 抹黑城局来树立自己这个内部的一个团结 我想这不是一个成熟的政党该有作为 所以我们再次的呼吁国民党停止抹黑城局 有证据就拿出来 没有证据就请闭嘴 不要再恶意攻击抹黑城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